現在為了要振興國旅高雄市府 特別邀請世界球後戴資穎來擔任 今年高雄秋冬旅遊大使 教你怎麼在高雄玩 他就跟市長陳其邁約在博爾藝術特區 一起吃冰淇淋 還跟民眾玩起自拍 跟市長來互尬羽毛球 要把高雄的港灣風景是推薦到全世界 灰拍架勢十足 高雄市長陳其邁假日在博爾打起羽毛球 而跟他對尬的對象 竟然就是球後戴資穎 兩人還一起品嘗美味的冰淇淋 接著逛倉庫群 在人氣打卡點自拍 為了推廣秋冬旅遊 市府特別邀請戴資穎 擔任旅遊大使 他也覺得很開心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大港橋 高雄的港灣風景 假日吸引牧民而來的外地客 一定要去肯定要去高雄很美 為了爭取國旅市場 觀光局宣布到今年底為止 這幾個景點通通免門票 也就是我們的壽山動物園 還有我們的奇經的貝殼館 那我們岡山的這個天空之眼 這個廊道 我們是完全免費的入園 這次透過戴資穎的世界知名度 推高雄觀光 讓國內民眾還有世界各地粉絲 更瞭解高雄的美食和美景 華爾街網民要許大人謝玉昕 高雄報導 我知道